大家好,我叫郑敬明,来自广东,是金融服务专业的一名大四学生。 香港理工大学立足香港,人才聚集,香港汇聚了来自中国内地和海外的投资产品和投资者,衍生出丰富多样的聚业机会。 这也是我当初选择在理大工商管理学院修读金融服务的原因,我相信毕业后的发展机会很大。 大三的时候上了一门专业课叫公司金融,教授要求我们结合所学,选定一家公司,分析公司的企业管制,IPO上市,股权及债务融资等。 教授鼓励我们加入自己的分析,虽然工作量比较大,但我却学到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一家公司。 这门课程通过真实案例,让我理解到日常侏儒、回购、发行新股等财经新闻背后的含义,受益匪浅。 在理大就读不仅立足香港,理大的学生也与内地保持着紧密的联系。 我就曾两次到上海同济大学交流。 我很难忘到寒假时,参加了同济大学紫金股创新创业大赛。 我们需要在两周时间里创建出一个创新项目的策划案。 当时我们获得了来自腾讯、亚马逊等七位导师的创业指导。 这让我对用户洞察、金融科技、跨境电商的课题有了新的认识。 我跟组员们还在路眼中获得了全场第二名。 我们的运动社交APP还被来自亚马逊的评委评价为是最具实践性的项目。 我的团队协作能力和思维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。 另外,我也在服务社会方面有着珍贵的体验。 去年我参加了理大的服务学习课程, 到四川成都为当地的小学生举办一个暑期夏令营。 同时,我也在理大参加了一个义工服务的学会, 为香港南亚裔小朋友辅导功课。 过去三年,因为热心社会服务和成绩不俗, 我被学院提名,获得一个奖学金。 对于未来,我打算投身银行业, 因为香港是全球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, 也是许多金融机构的首选地点。 我相信,在理大所学的金融服务知识能够让我一展所长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